舞掌欢唱切蛋糕 现场欢笑声不断 因为今天是歌子系小声陈亚兰 单纲主持的深度人物访谈节目 人生调色盘 日前正式迈入一百集的日子 我除了在演艺圈之外 然后之后去读书 然后接触的范围都没有像在人生调色盘 主持节目这么的广 无论是什么腿论是正 或者是说什么临终告别 什么什么 其实我每次都很怯懦的跟制作的人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主持了 但是我撑过来了 就是在里面学习到很多 看到人生百态 我觉得很有缘分 因为杨兰姐主持的节目 然后第一百集 然后来听看 就是你制作的戏 就是永气家族 尽管鼓励其他人勇于挥洒人生色彩 金融市帝陈亚兰也不断在自己人生调色盘 缔造里程碑 这回在歌子系职人剧《勇气家族》当中 陈亚兰是制作人也是主角 说起当年跟着戏班跑野台回忆 每一次都很刻苦 戏棚就从中间拦腰的折断 然后我记得我们都还有上妆 就变成台前跟台后是整个是分离的 那狂风暴雨 然后我们有家也归不得 因为也没有办法行动 格子系职人剧《勇气家族》 庄凯勋 陈亚兰在剧中饰演恩爱夫妻 金钟奖两大师弟同台标戏 让观众感到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好几场戏 我是用一个没有那么写实的 就你说灵魂也好 还是说这个吴贵英自己心里想象的 丈夫回来跟她说话的戏 在对戏的时候 好几场那种很魔幻 就是吴贵英很无助的时候 哇 我自己那个眼泪是 就是停不下来 戏中是讲述一个歌子戏团 和一个家庭向心里之间的故事 自然少不了歌子戏身段与念北 几位演员有人回味 有的则紧张到一度送医急诊 歌仔戏的身段 或甚至是京剧的身段 其实它有很多是 蛮不符合人体工学的状态 真的很高强度的 要去练这些身段的时候 变成就是身体有点吃不消 再加上自己心理压力的关系 所以就那个坐骨神经 就直接走起来 歌子戏虽然是过去 庙宇仇神仙仪式之一 在时间演化里 逐渐变成台湾生活文化中 不可缺少一部分 透过戏剧演绎 展现了台湾人独有的打拼精神 也希望能够延续传统戏曲价值 大家如果经过庙口的时候 看到这些站在舞台上表演的 其实他们要练那些功夫 其实是不简单的 看到这部戏能传递 就是我们台湾人的 努力跟坚持 这件事情应该是 你自己认同你自己就够了 你自己给你自己勇气 你去做 他才有可能往梦想的路上面去前进 勇气家族虽然是一部 演绎传统戏曲的故事 但也透过戏班不为艰辛奋斗 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跟着剧情 找到属于自己的勇气 克服各种挑战 勇敢追梦 另外一位是正恩宗台北财宝报道 我会想到这部戏能够了 我会想到这部戏能够了